便捷的投资顾问服务 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专业的财富管家 找好投顾到中信箭头 中信箭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5年 拥有一只超过5000名的高学历 高素质的专业理财规划师队伍 其中具备投资顾问 职业资格的员工超过2000名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学姐小课堂的直播间 感谢大家支持中信箭头的 整个直播的一个序列 那今天呢 也是大家亲爱的学姐 哎我本人是吧 董小玉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投资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大家知道啊 我们之前学投资的话 其实讲很多都是有关价值投资 也讲过像指数投资啊 大类资产配置 包括像周期选择 也讲了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投资者啊 包括这个各个国家的 是吧都给大家稍微聊过 那有些朋友呢 通过上一次上一周 给大家讲过的那个海归的 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交易的规则之后呢 就有朋友跟我讲说 哎还是想关注一下有关 哎这个交易策略呀 然后也包括像一些 这个划线的技术型的一些分析 我思来想去 觉得确实是啊 之前跟大家讲价值投资 讲的确实是很多很多 一直在跟大家聊 这些投资学大师 怎么去做价值投资 怎么去看一个股票的一个价值 那今天呢 我也是思来想去啊 今天给大家去讲一个 有关纯粹的关于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话题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其实叫做 SIS股票交易术啊 我其实今天起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还有同事问我呢 说这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一个技术吗 它是一个什么系统吗 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SIS 它的中文译名是叫做习思 习思是一个人啊 他是一个人 他这个人啊 他这个人还挺厉害的 他是号称凭借一己之力 撬动整个日经指数的 一个投资哲学家 准确的来讲 他是一个日本散户 而且是一个很牛的散户 然后他就自己写了 有关相关的一个材料啊 就主要去讲这个 右侧交易策略的 而且他写的这个股票交易数啊 在日本的亚马逊排行榜上 排名第一 他这个人 咱们稍微浅浅的讲一下这个人啊 他是79年的 79年出生的 算是75后 是吧 70后 这是差一点成80后了 他是300万元 开始起步开始做的 去做投资 300万日元车乘人民币 也就是20万人民币左右 他也曾经亏过 亏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二 也就是他的本金差不多 只有三分之一还在 就是亏也亏过挺长时间的 但是后来他扭转了投资方法 赚到了将近230亿日元 就是13.8亿人民币 很多很多啊 很厉害 他就有一个名号 被称为日本最牛散户 日本股神 是吧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号 放在他身上 就是这个西斯 CIS 那其实说到这个散户 最牛散户这种的一个名号的话 我觉得跟大家还是可以 稍微浅浅剖析一下 因为之前跟大家聊的很多的 一般都是什么经济学家 投资学大师 什么不管是什么格雷厄姆啊 然后又给大家去讲经济学理论啊 又讲巴菲特啊 然后讲这个彼得林奇啊 但今天这个啊 确实是有一点不是正路子的啊 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有意思 为什么给大家挑这个人啊 为什么挑席斯这个人啊 也是因为 其实我看了很多相关的 这个投资类的一个书籍 一些相关的很多的介绍啊 一些方法论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归根结底吧 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 更多元化的 而且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感悟 才是对大家来说比较有帮助的 不过我还是事先说明一下 像这种什么最牛散户 其实咱们国家 也是有一些这样称号的人存在的 是吧 但是因为咱们国家 自己内部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散户情况 也包括我们整个市场 还未处于一个 完全变成理性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市场的 一个大前提下吧 就是也不太好 去做这个多方面的一个评论 所以今天呢 也是挑了西斯 这个西斯他的一个思路 去跟大家沟通 有关这个右侧的一个交易策略啊 其实他这个还挺干货的 而且主要也讲了一下 他的整个获得财富的 一个历程和故事 但是啊 但是像这种 自己给自己出书写故事的啊 里边的真实性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待考究 但是有一些理论和观念啊 咱们还是可以去参考去学习的 那其实这本 有关他的 一个股票交易术的话 他自己写的那本书里边 也是分为了这七个大块 我想着也就按照他这个思路 跟大家绿一遍吧 那第一个部分 讲的是战胜人性 是吧 上来先讲一讲心理 然后讲大胆假设 然后讲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然后讲做交易的工匠 然后第五个是讲 游戏磨练技能 这个也是我觉得 这本书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就是他提到了一些 平时可能大家观测不到的一些点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投资上的感悟啊 包括这个现在开始炒股的话 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做 所以他这个 整个的一个故事的逻辑啊 还是很契合实际的 他就是讲了一下 他自己是怎么通过这个市场 给自己赚得到钱的 然后把这个思路 去做一个分享和分析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啊 也可以去考虑看一下 像这种 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个书 包括席斯的这本啊 席斯也自己写了 这个交易策略的一些书 他主要讲的东西 就是交易中的方法和策略 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投资 还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就按照我刚刚说的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 右侧交易策略的一个思路 去看他的一个 整个的交易的历程就可以了 那咱们从头开始啊 首先咱们先讲讲心理吧 是吧 战胜人性 怎么个战胜人性法呢 战胜人性上啊 席斯他提到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观点 就是他认为连续涨的股票 会继续涨 而连续跌的股票会继续跌 哎这个思路 就是做交易这个思路 它是跟做价值投资的 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交易 咱们先明确两点啊 一个叫价值投资 一个叫做交易 那很多朋友在听我上一周 跟大家讲这个 海归的交易法则的时候 也理解到了说 其实咱们市场上 大多数自认为 自己为价值投资的 这种长期投资者 其实很多人 都是做交易的人 都是做交易者的人 就是大家更愿意的 可能是 做一些观测价格 这样的一些举措 而不是纯纯去观测 这个价值这个方面 所以在整个啊 咱们今天整个的 去聊席斯的这个 大的范畴之前 希望大家先给自己 做一个明确的定位 就是先定位好 自己是一个 什么类型的投资者 然后咱们才能 对症下药嘛 你也不能说 啥药咱都吃 吃坏了咋整 咱们还是要吃 跟自己的需求 相关的一些知识 才是对大家来说 最有用的 那咱们回归到 这个战胜人性上啊 刚刚我说 他提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观点 叫做 连续涨的股票会继续涨 连续跌的股票 会继续跌 交易讲究的 其实就是顺势而为嘛 买的人比卖的人 投入的资本多 那股价就会上涨 就像为什么 我们经常说 这个市场来钱了 进资金了 那说明这个市场 要推升起来了 股价要推升起来了 就是因为 买的人 他们不是会委托嘛 他委托 他投入的资本多 股价才会随之进行上涨 那之所以买方优势更大 它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但这些原因 咱们在当时当刻 就在它上涨的 当时当刻是很难 一下子说清楚的 但这些交易的结果 都会直接反映在 什么市场 价格的上面 那奇思他当年就说 他之前就是不懂这个 结果他不是 我说他曾经也有过 亏三分之二 本金的时候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后来他就转变思路了嘛 顺势而买 就风向变了 就尽早卖出 那他归结到一个关键点 就在于 生活中到处都有随机性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叫抛硬币 每周都给大家举例子 上周给大家还举过 什么大富翁啊 各种各样的例子 咱们这周讲抛硬币啊 上周还讲过智骰子 我记得很清楚 每次给大家一些 小小的小例子 那咱们说到抛硬币这回事 大家一看就明白 抛硬币 无非是俩结果 是吧 无非就要不就是正面 要不就是背面 那如果你抛的次数 足够多的话 它肯定会是正反 各一半概率 也就是说 这是50%的一个概率 这是一个数学期望 但是大家想 如果咱们就扔 十回这个硬币的话 有没有可能 每次都扔正面 有可能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大前提条件下 如果我们前十次都扔的是正面的话 第十一次扔这个硬币 它是正反的概率 仍然都是各50% 对吧 但是很多人都会产生错觉 认为说 我扔了十次正面 那第十一次 反面的概率就会越大 对不对 有没有观众朋友们 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这个想法 我觉得还挺真实的 是吧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如果我连扔了十次正面的话 我觉得第十一次大概率可能就要反面了 那其实除了这个扔硬币之外 买彩票首号的人 其实也是这个想法 基本都是这个思路 但是啊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股票它跟扔硬币 也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就是因为股票 它并不遵循胜负守恒 也就是说啊 持续上涨的股票 大概率会不会继续上涨 有可能的 那持续下跌的股票 会不会继续下跌呢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概率 并不会因为它的持续上涨 或持续下跌 而发生任何的转变 它仍然也是处在这个 数学期望之间的 那西斯也说了 如果我们总是期待 这种持续上涨的股票 早晚会跌的话 有可能就会错失机会 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 咱们市场上有什么票 可以拿出来讲 大家知道茅台是吧 这个茅台这个票 大家也应该多多少少啊 都了解都知道 这个票的时候啊 在它应该是 五六百块钱的时候 当时就有人说它高估 后来涨了 又有人说它高估 结果后来结果是什么 越涨越高是吧 所以上涨到什么位置 其实这件事情 谁也不能完全确定 从价值的角度上来讲 它这个东西啊 它远远脱离了 它的价值区间 你是可以卖出的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不从价值 我们从交易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就看这个价格 上涨过程中 其实是不要轻易去看跌的 这个就是西斯 他的一个 有点不易于常人的一个思路 可能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拿 这个最牛散户 这个名号的一个原因 当然了啊 这个股价如果涨得高了的话 肯定就会有人获利丰厚 然后可能还会下跌一下 就是西斯 他的总结出来这个概率啊 这个这个这个规律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参考 但是不能作为完全的一个投资意见 西斯他就总结说 一般第一个突然下跌的时候 你不要去管 第二个突然下跌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去卖出了 但是 咱们绝大多数投资者 就是咱们每一位观众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们会干什么事呢 我们一般都会在调整的时候去买 逢跌买入 这其实更符合人的天性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咱们害怕损失验目嘛 就害怕一买就跌 所以才等他跌下来的时候再买 看起来好像要更保险一些 西斯他的想法就是觉得 他要避免这种操作 他不认可 这与他认为的追涨杀跌的原则 是背离的 因为一只股票 他要是持续上涨 你有可能会等不到他的回调 也会有可能会错过不少机会 所以呢 西斯作为这个 非常有名号的一个人 他就倡导说 是在上涨途中购买 他是做右侧交易的一个人 为什么叫右侧交易策略 就是因为他是倡导的是 在整个有趋势的过程当中 去进行购买 借力打力 顺势而为 别怕追高 长高了还有可能会更高 你要在市场当中交易 你就要去听 市场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在表达什么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也摘了几个 有关他对人性的一个探讨 其实涉及到的几个点 我觉得是大家 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 都会提及到的 有几个 我们经常 平时可能会提到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 就是有关锁定盈利 锁定盈利 这个事儿对不对呢 咱们朋友觉得 对还是不对 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看看大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这锁定盈利 这个想法 西斯本人 是完全完全不赞同的 他认为 就是一遇到上涨 很多人可能 就急于锁定利益 这个咱们去落袋为安了 相反下跌的股票 却总想等它 涨回来的时候再卖出 这个总结来看 就是人的天性 而且最后 这样去操作的话 是很容易在交易当中 小赚而大赔的 做的越多 自然肯定也会赔的越多 西斯的观点就是说 你DH要立刻卖 这是他的观点 DH要立刻卖 涨上去千万不要卖 还是顺势而为的一个思想 他就是纯纯坐右侧 纯纯坐右侧 在交易当中 提示到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不光要想到 概率这件事 也要想的是收益 总收益 赚钱才是第一要益 上涨下跌的概率 都差不太多 但是赚的时候 大赚 输的时候小赔 那最后总收益 其实就是赚钱的 这个才是 咱们在现在的市场上 赚钱的一个关键 那价值投资 跟这个理念就不一样了 价值投资的理念 讲的是什么 止盈不止损 右侧交易 讲的是跟它完全相反的 叫做止损不止盈 大家去转换一下 这个思路 一个是止盈不止损 价值投资 一个是右侧交易 止损不止盈 所以呢 到底要怎么做呢 这个咱们就要取决于 买入股票的一个逻辑基础 先跟大家明确啊 为什么我在最开始 跟大家提示说 你要先明确 自己是一个价值投资人 还是说你要去做一个交易者 因为这两个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混着做的 它的操作 它的想法 它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 就从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这个锁定盈利 它就开始不一样了 那价值投资 它就觉得锁定盈利是正确的 那我如果做交易的话 我是一个交易者的话 那我就觉得锁定盈利是错误的 所以这一个观点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 要在获取了各种各样 多方面的一个知识之后 最开始还是要去了解自己本身 去知道自己是一个 什么类型的投资者 这里给大家一个真实数据吧 就是我自己的手里的客户朋友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 我的同学啊 我一些投资者朋友啊 这些 其实我身边 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的投资者 都认为自己是做价值投资的 嗯 是真的 不知道大家身边是不是这样 但是说实在话 我自己手头的客户 大概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都是交易者 而不是纯纯的去做价值投资的人 只有可能百分之二三十 二三十三四十左右的 这个区间段的人 才是真正去做价值投资的 当然 他们去做价值投资 还会有一定的大前提条件 比如说自己真的很忙 是吧 没有时间去观测市场 所以他们就被迫选择去做价值投资啊 这个 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一有时间就会立马变成不是价值投资 开始做交易者了 其实咱们中国的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也就是散户嘛 咱俩不要觉得散户这个词就听起来怪怪的 但其实就是确实是我们都是个人投资者 就是散户嘛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做交易者啊 做真正价值投资真的非常之少 这个做价值投资你还需要有很大量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基础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啊 这这里面说了一点题外话 咱们往回讲啊 往回讲咱们讲说这 你要先确定好自己是价值投资者 还是说你是做这个交易者的啊 这两个东西没办法混着做 如果这两个东西你要混在一起做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各取对方的缺点 变成一个肯定会输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该怎么操作咱们要先想好了 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一个投资者 那席斯呢他买过的股票 其实按照胜负 就是按照我买这票 他赚了就是胜 他亏了就是负来划分的话 他买过的股票获利的不过三成 不过三成也就是说百分之三十是赚的 百分之七十都是赔的 但是他的思路 按照他的这个交易准则上来讲的话 他赔钱是小赔 赚钱的时候却是翻倍 所以获胜的概率虽然不高 但赚钱的概率很高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想 我们在真正自己去做投资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还是说咱们有可能获胜概率挺高的 但是赚的钱却不太多 是不是就是因为锁定盈利 这一个观点上的一个区别 那如果你发现了自己 有这方面的一个区别的话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去想 自己到底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呢 还是说我们是一个做交易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除了这个锁定盈利之外呢 还有一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有关补仓 补仓大家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其实这个没法完全说对错是吧 但是在习思他的思路当中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交易习惯补仓 价值投资的思路是越跌越买 但是在交易策略当中 这就完全大错得错 补仓他认为是最差的 也是最致命的方法 持续上涨 他认为才应该架仓右侧嘛 而一旦下跌 就应该立刻卖出 那补仓显然和顺势而为的这个 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你越补仓仓位就越重 但下跌趋势可能还没有结束 所以损失反而有可能是越大的 西斯想法就是说 他认为补仓这件事 说白了就是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读书上输钱了 继续加码啊 这样的一个翻本的一个心理 那这种做法肯定是必败无疑的 那做交易 他的理论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止损 及时止损 去承认你的失败 逃避和死不认错 在他的概念里都是会赔钱的 那其实在股市上啊 大家也明白 小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不要大赔 要时刻清楚你所有的交易 他可能只有30%的概率能赚钱 甚至你七成的操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咱们要在这七成的错误里面 去减少损失 在三成的正确的交易里 尽可能去多赚钱 这个就是交易的一个秘诀所在 那这时候肯定就有朋友想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问的 反正我想问一问 就是如果止损错了 股价又上涨了呢 那这个时候你还承认你的错误吗 席斯的思路很简单买回来 这样咱们就相当于 我承认两次错误 止损我错了 我承认啊 我就给他止了 但是这个时候跟赚钱 其实跟赚钱 真实的赚到钱相比 承认错误这件事 无关紧要 小小的一件事 太小太小一件事了 你通过一点手续费和一点价差 你避免了一次大赔的风险 那但是啊 但是啊 这个是咱们说这个 他的一个第二次的这个决策 没有太大失误的一个前提条件下 如果一个股票 你连续操作了好几次都错 那就换票吧 是吧 席斯说 那你就没和他什么 没有什么太好的缘分 是吧 但其实这个股票啊 还是不要讲缘分的好 因为这个东西越讲越玄学 希望大家还是能认真理性的对待 那咱们回归到席斯本人身上 他他所说的这种炒股的新手 其实他认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 叫做什么 叫做不止损 也是他前面反复强调的 他做的第一件操作 就是要及时止损 那不止损是怎么样呢 就是想等着价格反弹之后再卖出 反而有可能会再跟头 你可能不正视自己的损失和错误 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损失和错误 这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 符合人性的赔钱模式 当股票的波动 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那这很有可能就是有些信息 你没有注意到所导致的 那你一旦感觉到这种异常 不论结果如何都应该尽快买掉 这就是交易者应该去干的事情 西斯讲说他自己止损过早 也经常是长事 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错误 一定要证实自己的问题 股市和赌场 其实遍地都是输家 就不能撇开感情去言语滤己的人 肯定都会输得很惨 而且还有可能会一直输下去 那在股市里 虽然这么比喻不太好 但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就是冒险嘛 冒险是一个什么事 冒险家有赚有赔很正常 时刻要想着 它是有50%的概率 有可能会下跌的 不可能每次出手都正确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我在这个股市里投资 想像那个上班赚工资一样 从股市上获得稳定收益 恨不得我每个月都能赚那么点 每天都有 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是不可能的 股市啊 股市咱们中国A股市场 包括日本股市 包括美国市场 包括全球股市都是一样的 都是进三步退两步的游戏 如果你想稳定赚钱 那最好办法就是上班嘛 上班它是一个 稳定赚钱的一个方式 那股市不是的 股市不是这样的 那相反可能像有一些 做生意的朋友啊 或者说 这个包括像 做农民的朋友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触 就是会对股市 有一些深刻的一些感受 就是生意也是有类似的 可能你投下去几年没产出 包括我刚刚说农民 为什么提到这个 中庄家的辛勤的劳动人民 就是因为 它是要先播种再收获 有的生意可能会更奇怪 什么三年不开张 开张是三年 也是有可能的啊 具体可能看咱们最近 一些大事件中 提及到的某些行业 也是有这种的一个趋势的 那股市上能够赚大钱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是 人的情绪处在 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比如说大股在出现 大金融危机 或者就是这个市场 充满恐惧的那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 股市上赚钱的机会 才会真正来临 那习思强调说 只有预期收益 它高于风险的时候 它才会去做行动 那什么叫做预期收益 它这里呢 给预期收益 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 拿概率去乘以可能的收益 举例 比如说 如果是有40%的概率 这个票会上涨 60%的概率 这个票会下跌 但是顶多跌20% 涨起来是有可能翻倍的话 这个就叫做 预期收益高于风险 大家注意啊 它是没有绝对的上涨 和下跌的把握的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概率 如果你觉得有些股票 一定会上涨的话 那肯定是路看风险了 往往结果肯定是会让大家失望的 其实这点很重要 包括很多朋友 很多咱们 我客户朋友啊 投资者朋友 会问我说 这个小董 你都看到要调整了 为啥不先出来呢 或者说 为什么 不先 先这个 这个撤出来 跌下来再买回去呢 我觉得 这里就给大家提示 就是有四个字 叫做 没有胜算 知道该调整了 但它也只是概率 你可能有六到八成的把握 但调整的这个深度 可能也就20%以内 稍不留神 你可能就会错过的 没有十足的把握 去做到高卖低买 完成波段的话 还是要倾向于不动 除非当我这个 做了个预期说 市场可能要马上跌一半的时候 我可能才会启动 完全的主动避险的一个操作 这一点呢 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希望能够 大家去面对这样的一个 市场的一些消息 一些调整的时候 有一个正常合理的一个心态 那接下来 咱们去看 第二部分 有关股市上的一个大胆假设 这不愧是习思 这提出的一些大胆假设 也是非常的惊人的 首先呢 他提大胆假设的时候 他就在最开头 提了一个理念 叫做在股市上 第一条泥臭特别好吃 第二条还可以 第三条就可有可无了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 18年的时候啊 习思他的收益 也非常的不尽人意 亏了不少钱 据他说 他从1.1亿人民币 亏到了7000万人民币左右 那他怎么亏掉这些钱的呢 那其实习思他本人啊 作为一个交易者而言 他有一个很关键性的点 就是他不太关心财经新闻 顶多可能就做个参考 他关心的是啥 是价格 对吧 哪些股票被买的多 哪些被卖的多 像刚刚提到的 18年初那个阶段 18年初 美股上日本概念 是在大涨的 日本股市开盘也是上升的 所以他就开始去抢购 最热门的 像产业机器人啊 这类型的股票 那随着公司就发布业绩了嘛 利润同比大增85% 我业绩特别好 但是当好消息释放之后 市场风云突变开始下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预期过高 咱们A股市场也有类似情况 市场预期过高 虽然他业绩增长 增长了85% 很多了 几乎翻了一个倍 但是没有跑赢投资者 对他的期望 投资者心里想 你可能是185%呢 那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时候市场 反而会有一些风云突变 那在这种潜力条件下 习思他怎么干了 他轻仓位 他直接清掉了 他就发现啊 大多数电子类的股票 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 咱们市场上的 包括一些科技类的 包括新能源方向的 这些方向 一些比较新兴板块的 其实也是有 相类似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呢 他就转变策略嘛 在业绩报告公布之前 就开始分批卖出 但是这里有个大前提啊 就是因为习思他本人 他手里钱也是很多的 是吧 持仓也是比较大的 差不多有9亿人民币左右 所以他一卖出 股价就跌 因为他在卖嘛 那如果市场也在卖的话 他就会损失的特别惨 所以他一般的选择 在业绩发布之前 大家都还在 抢筹码的时候 这个时候卖 那这样就会 避免不少损失 这里我多说一嘴啊 就是习思他这个仓位 是确实是 不可能卖在最高点的 因为他的卖出行为 直接就会打压股价 他只要委托卖单 就会打压股价 所以我们看到啊 不管是 咱们提到习思也好 巴菲特也好 李嘉诚这些人 他们基本上 都会在爬坡的时候 就开始甩手 去卖这个自己的资产 因为一旦过了高点 市场全都看空 那你船太大 你根本就跑不掉的啊 这个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在 爬坡的过程中 去进行卖出的 那在卖掉股票之后呢 习思就开始空仓观察了 他就发现 日经指数 跟这些电子类的 大盘股走势 好像息息相关呀 于是他就开始 在股指期货上 加了这个做空的仓位 但这次做空 他做的很成功啊 日经指数出现了 一个很大的暴跌 这个时候 让他一下子就 多赚了一亿多人民币 最后离场的时候 也有七千万之多 那习思他做投资呢 我刚刚说到 他会做大胆的假设 什么样的大胆假设呢 就是这个情况 发生的时候 我这样操作 会不会赚钱 即使不去买 他就会 即使他真的 不实践去操作 但是习思他会 把他的这个想法 给他记下来 然后去看结果 但他的这个假设啊 我前面也说了 非日常性 不太正常啊 不太正常 比如说 什么企业利润上升 股票就会涨价 这种的啊 他觉得没意义的 他要做的假设 是那种 没有多少人想得到的 比如说 我屏幕上写的这句 一些高价股票 被编入日经指数 就会推动指数的上涨 嗯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假设 日经指数 在变动一个月前啊 分析师一般都会 做各种各样的猜测 被提到的股票 嗯 应该都会上涨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分析师 因为就分析师很多嘛 他的想法也有可能 会不切实际 比如说像这个 咱们拿日经指数上来说 任天堂 大家知道吧 任天堂股价过高 如果被编入指数的话 他就会拉升很多 编入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他就去找这种 预期很高 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去做空 哦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崭新的思路 像这种关联 其实还很多 他甚至啊 他甚至还找了 好几家公司 就是完全不一样 不搭尬的几家公司 但就是会股价联动 所以有一家公司 出现异动 其他几家 往往也会跟随联动 他就去找这样的 大胆假设 那这一部分的 一个开头 我就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第一条 你就好吃 第二条也不错 那第三条 就不确定了 其实这个就是在说 股市上 第一次出现重大机会 我们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是找到这样的机会 不太容易 第二次出现 赚钱好像就容易一些 但是不会特别多 那第三次机会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回事了 能不能赚钱 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呢 学习知识也是一样 学习投资知识 也是一样 举一反三 是吧 词读书是不可能 跑进市场的 书上的东西 其实都是过去式 不管是给大家讲 这个前人的经验也好 还是说去给大家讲 一些专业的 经济学的 金融学的 一些相关知识也好 其实书上的东西 真的 它都是过往的 历史经验 所总结出来的 都是好几条泥丘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种秘密 像什么 利率上调 股票价格就会下跌 这种事 这种事在现实当中 其实已经成了 不确定因素了 现在利率上调 股市也有可能 会涨得很好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像什么 经济很好的时候 什么企业不断地 去在那刷业绩 去推动股市上扬 这时候央行会加息 对吧 央行会加息 但是股市会不会 立刻下跌 不会的 比如说像07年 07年咱们国家 股市也是一样的 越加息 股市涨得越高 最后涨过6000点了 之后出现暴跌了 主要是这中间 发生变化 又要有一个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加息之后 债券吸引力增加 股市持续上涨之后 股市吸引力下降 所以大资金 要慢慢地 转移到债券里 小资金还持续地 进入市场去 这个换房 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 这个卖盘大于买盘了 才会开始发生暴跌 而加息一开始 它是不会立即 就产生这样的 一个效果的 那其实习思 他说的也很简单 就是市场 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 市场倾向于规避风险 人也是一样 倾向规避风险 所以市场 说的这种大的暴跌的 一个记忆的话 那第三次 就会往反方向的 一个方向去做变动 所以要知道 市场怎么想的 是很重要的 我也有的时候 会讲说这个事 就是市场怎么想 这回事 就像投资 投资这个东西 它就有点像 你带兵出去打仗 是吧 保家为国出去打仗 你要去猜的是 对方的心思 你要猜他怎么用兵 是吧 而不能像这个 袁宁去在家 修那个树似的 这树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你的每一步 都会带来反作用 所以通过套路 去战胜市场 不太可能 咱们需要学会的是什么 把这些东西 都转化过来 咱们要见招拆招 这个能力 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有一个方法 大家都知道了 都很灵验 都使用 就像我上周 讲那个海归的 那个法则 海归的那个交易准则 就一开始 大家都用都用都用 就发现他失效了 是吧 失效了之后 越多的人骂他 说这什么玩意儿 就是不行不行 怎么样怎么样的 在这之后 这个越多的人 退出了之后 反而他还会再次 有灵验的这个可能性 那其实就像 我前面说的 一个方法灵验 大家都知道 你这方法 可能就会赔钱 是吧 这个海归这个法则 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包括像 15年前后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买过军工啊 我有挺多客户 在我入职之前 是吧 就开始买军工 我问他为什么买 他跟我说 15年因为阅兵嘛 大家都知道要买军工 结果呢 从15年到往后15年 悲惨 是吧 很悲惨 也不知道 踩没踩过这个坑啊 反正我也是 踩过军工这个 踩到过军工的 这个雷点上的 所以我 每次跟大家直播去讲 一些相关的 投资知识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带上 一些我个人的感情色彩 在这个上面 那习思他的想法 想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 炒股别看媒体嘛 就媒体他 不怎么看 觉得没什么用 觉得是一些市场要素的 一个堆砌 他特别看不起专家 特别看不起专家 就是觉得 大家都在那解释 这个现象 不会提什么建设性意见 是吧 就是比较好笑的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真实案例 就是习思他本人 他说 有时候影响股价 最大因素 就是他自己 他拿几个亿 去卖空了软银的股票 媒体专家 给了一些分析 说这个阿里巴巴 股票表现不佳 带动软银下跌 所以才跌的 这点其实 我也是比较赞同的 就是股市的 一个短期的表现 肯定是资金博弈的效果 肯定是资金 在那博弈呢 未必都会有真实原因 所以咱们 每天试图去解释 股市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就是 属于娱乐活动吧 就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一个 参考价值 参考价值 我这里说的是短期 短期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 咱们了解了具体的 一个大胆假设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去 看待自己 知己知彼了嘛 那取得成功 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冷淡 冷静的 不是冷淡 冷静的去看待 股市和自己 习思说 随着经验 越来越丰富 它可以运用的交易策略 也是越来越多的 大家也是一样 听了越来越多的 一些专业知识 自己在这个市场里 摸爬滚打了 次数越多 你可以用的交易策略 你获得到的 这方面的知识 也就越来越多 但是想法其实 归根结底 还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股价上涨 嗯 就会买得很开心嘛 那一般投资者 咱们普通投资者 可能不会那么 完全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会思前想后 总想着 我回落的时候 再买再补 一开始 咱们习思去炒股的时候 也是这个想法 所以他才一直赔钱嘛 就前面说的 那个他那个赔钱阶段 然后跌下来了 不说止损 还在不停的 补仓 结果账户里面的钱 就越赔越多了 习思本人也是 做基本面分析发家的 他最开始 也做基本面分析 买行业里 估值最便宜的股票 坚信市场早晚 会认识到 这些公司的真正价值 股价就会恢复到 他应有的价格了 但是按照这个想法 买入的票 总是在他买的时候 会下跌 持续加仓 依旧下跌嘛 最后爆出这种 业绩大滑坡 估值反而一下就上去了 后来他就 琢磨了一个 其他方法 误道 他这个人就开始误道了 误什么呢 所谓便宜 他认为 就是一个主观义断 即便便宜 也已经体现在了 股价当中 所以说 与其分析 它的估值 他认为 不如直接 咱们就在价格里 去找答案 相信市场是正确的 有太多太多的 基本面分析师 研究机构 其实都已经 把公司的基本面 研究透透了 包括各个证券公司 咱们中心建筑证券 也是有非常优秀的 这个研究员 也是把各个公司 基本面都研究得很透了 所以不太可能 去放任真正的便宜 还置之不理 之所以 这个票 它产生出便宜的 这种错觉 肯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咱们自己不知道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咱们要率先承认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点点的 信息优势 我们是没有信息优势的 那意识到这点之后呢 其实 习斯也是啊 他是在意识到 这个信息优势 他自己没有信息优势 这个一点之后 逐渐形成了 现在的一个风格 也就是说 他只观察价格 只观察股价的 一个变动 那要想投资赚钱呢 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不断的去否定自己 买入股票下跌了 要止损 这就是一次否定 止损了之后 股票又涨了 说明止损也错了 那就要再买回来 再次再对自己 做出否定 总之就是要 客观的评价 客观啊 客观两字很重要 客观的去评价 自己和投资 不带主观情绪 如果你不想认错 就会赔钱 在现实中啊 现实中 其实真的是这样 很多人 宁可赔钱 也不认错 这个就是 很伤感的一个事情啊 就因为它会真实的 带来你资金上的 一个亏损 那对于习四而言 他也会看一些 社交平台 他看推特啊 推特上消息 他觉得更快 所以他就不怎么 看电视新闻嘛 就看一些推特上消息 一旦有这种 可疑的传言和变化 马上减仓一半 然后再去找相关新闻 这些小道消息啊 当然我在这里啊 不建议大家 纯纯去相信小道消息 但是确实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有准确性的 小道消息 像一些这个 画边新闻 爆料人嘛 是吧 大家也明白 这些小道消息 有可能通常是在 第一时间的资料 会跟股价同步去做反应 但是等到正式的 新闻出来的话 往往可能会 晚上几分钟 甚至几个小时 那如果一个利好消息 之前预期了特别久 然后现在被正式 放出来了之后 股价其实都已经 反应过一轮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A股市场上 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那么通常 其实这就换成 另外一个思路上想 它就是一个 反盘做空的一个机会 这就和我们之前 也会提到的一个理论 叫做利空出尽是利好 利好出尽是利空 是一个道理的 那接下来 咱们看待完自己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 做交易的工匠了 交易的本质 习思他说 是金钱的零和游戏 也就是零和博弈 但这一点上 我持反对意见 也不能叫持反对意见 这个在经济学上 做了认证的 这个股票交易 它不是纯纯零和博弈 不是说你亏钱了 就一定有人赚钱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也会出现 普涨和普跌的情况 但习思呢 他对于分红多的股票 他是基于这个理论 他不太感兴趣的 因为他觉得 分红多的股票不赚钱 也不做长期投资嘛 他本人 因为他觉得 明天都很难预测 长期更没什么把握 据说啊 就是如果大家 把这个全世界 潜100名的知名分析师 长期预测结果 拢在一起的话 可能正确概率 也就45%到55% 这跟刚刚 质硬币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区别 也是50%的一个期望 是吧 跟基本上 跟任意米差不多 连反向指标 他都不具备的 那习思他本人呢 也是在市场上 没有什么 太固定的一种风格 如果你非要找 一个依据的话 习思他有一条依据 就是他会去选 波动率 比较大的一些股票 因为他觉得 这种类型的股票 是效率更高的 就他现在资金量 也大了嘛 就是他现在 这个钱也比较多了 所以他还要考虑 股票的盘子 能否承受得起 你看像他 像我刚刚说的 他现在这个资产量 即使一日元 咔咔仔的资金进出 即使是像那个 日本股市场 像什么丰田汽车 这都是大盘股 都大票 对他来说 30亿日元 也就是说2亿人民币 买50万股 基本上也就到上线了 所以这其实也要求 习思本人 必须要去做分散投资 甚至大量的资金 都在日经指数的 这个股指期货当中 因为日经指数 股指期货 差不多能容 100亿日元 是没啥太大问题 大概也就6.5亿人民币左右 那习思他这么多钱 是吧 他必须要去 把自己的投资 去做分散 那他除了 去做投资股票之外呢 他还做啥 他还买过房 还买过房 而且他买的就是 我这个土里边的 办公楼 他在东京 被人买了 两栋办公楼 一栋公寓楼 还有名古屋的 一栋办公楼的部分 也就是说 他有四栋楼 但他买完之后 他就后悔了 其实这事让人 听起来很羡慕啊 但是他觉得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觉得这事 完全不赚钱 他说自己持有的 房产价格是 20到25亿日元左右 也就是1.3到1.6亿 人民币之间 但是税后租金收入 还不到3000万日元 也就是 折合人民币不足200万 收益率是很低的 租户也没有特别踊跃 而且房子本身 也会老化嘛 你还需要 这个房子空置啊 这个房子后期的修缮啊 这些都是成本 实际收益率 他预测 他那个算出来的话 大概也就1%左右 所以这笔投资 是让他 这个肠子都毁清了 就是他认为 即便咱们去买 这个国债是吧 也能有个 2到3的一个收益 那他是买楼出租 结果赔大了 算下来收益 只有每年1% 不如买这个国债 最后他就给自己总结说 他觉得 这次的房地产投资 对于他来讲 就像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 这个就好像什么 这个我前面做了 好多笔这个 有效的交易 赚了好多钱之后 我奖励自己 做一笔随心所欲的交易 这种感觉 他买的这些啊 还都是办公楼 办公楼 因为为啥他买的 都是办公楼呢 是因为 习斯本人 他自己 没有买自己的房子 他是租房住的 他一开始租的是 一个月租金28万日元 也就是人民币 1.8万一个月的 他觉得在那打麻将 特别方便 喜欢打麻将 后来赚钱了 他又搬到了 月租金180万日元 差不多12万人民币 一个月的公寓里边 他就觉得租房特方便 而且很划算 所以他就不想买房 但是买房这件事啊 其实还是要看偏好的 他习斯讲到说 他有一个朋友 也是一样的 但他那个朋友 就花了5亿日元 差不多 3000多万人民币吧 自己买房 自己住 这对于习斯来讲 接受不了 完全接受不了 习斯还嘲笑人家呢 说你做了一个 非常低效的一个配置 劝他早点卖了 你赶紧卖吧 如果不卖的话 你抵押给银行 再把钱贷出来 做投资 资金量才是关键的 你把钱都买到房子里 活钱就变死钱了嘛 那这个就代表了 习斯他投资的一个思路 以及他个人的一个理念 他是习惯于 把70%的钱 去集中到现金上面的 就有机会就全体出局嘛 就唆哈的那种人了 没有机会就持币观望啊 其他资产 他配了10%的房地产 2%的黄金 10%的保险 还有6%的外币 还有债权 这就是他大概的 一个资产配置了 他把家人的生活 都安排好了 剩下的钱 全力以赴 全程炒股 在生活上 他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那种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消费 什么游艇飞机别墅 这些东西 他是不碰的 费钱的消费 就是他喝红酒喝香槟 但也不是非喝不可嘛 但是据传说 据传说他本人 曾经在一款手游上 就是某一款游戏上面 花了500多万人民币 成了他的一个最大开销 然后他就自己调侃说 要从他身上拿走钱 要么在投资市场上打败他 要么就做一款好游戏 其他的一概没戏 这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总结 那席斯他肯定不会借别人钱 也不会要别人的钱 去帮助管理 他就管自己的 那一亩三分地的那些钱 那些嘴上说赔了没事的人 真要赔掉的话 肯定就有劲了 不再有友情了 不再是好朋友了 所以他自己的思路 是帮别人管钱 觉得不划算 就是赚钱了 自己得到的也很少 那赔钱了 有可能会招人 所以就性价比很低嘛 这一笔 那风险和收益 完全不对等的交易 所以他也不愿意做 他也提醒 他在他的自己 那个交易术里边 也提醒到 每一位读书的朋友们说 主动提出帮你管钱的人 要么就是根本不懂 要么就是欺诈 因为这是一个 完全不划算的一个生意 真正的投资高手 他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但是呢 基于这一点啊 我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 从小玉的想法上来讲啊 就我觉得其实也完全 不能说是百分之百 就是他说的这个情况吧 就未必嘛 其实他是可以设计交易机制 在多少收益以上 分走一部分 其实这种还挺诱人的 包括像有一些基金 包括像一些信托 一些投资品种 也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吧 就分你一部分的一个收益 像巴菲特 巴菲特他管产品 也是这样去干的 那咱们回归到席斯身上啊 席斯本人是吧 席斯这个传奇的一生 那有人跟席斯也说过 说你这么厉害 你去运转这个什么企业年金 是吧 国家的这个养老保险 养老金这些钱吧 但席斯他本人不愿意干这事啊 如果非要他来做 他不会选日本市场 因为年金的规模是很大的 如果只投日本市场的话 效率他认为是非常低的 而且几乎就是自己 抢自己家人的钱 抢自己国家的人的钱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他更多的 可能会倾向于去 如果啊 如果真的他去管这种年金的话 他更想去投一些什么 美元企业债啊 这保证差不多百五的一个收益 对于可能12万亿人民币的一个规模来看 每年也有差不多 6000亿左右的一个复利收益了 应该也够用了 所以只要想办法去对冲掉 这个汇率的波动啊 万一像这个 像基于他的思路 日元走强美元贬值的话 那有可能就会亏损 那其实呢 其实习斯 除了我前面说的啊 这投股票 是吧 玩游戏 是吧 然后去去投资这个 这个房地产 包括这个 不想去管理其他人的一个资金 这些都是他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 他本人的思路和想法 我觉得这方面吧 就更多给大家讲一个乐呵 就是因为 投资这个东西吧 怎么说呢 他有点这个理念和 就是三观的一个传递 他其实有点这个感觉在的 大家尤其是去看一些 管理私募的一些管理人啊 你去听他的一些演讲 包括听他的一些路演 你会明显感觉到 你会因为认同一个人的三观 和他的观念去选择投资 他所投资的一个方向 是会这样的 所以其实投资这个东西啊 他也有点感性成分在 他有点艺术成分在 对艺术这个东西 岂不很容易 但是要做到极致 光靠努力肯定也是不够的 还是需要一些 额外的一些天赋 是吧 就是这方面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 有趣的思路的 那接下来 就是有关第五部分啊 这个游戏磨练了投资技能 这一回事 这个呢 其实我前面也提到 他曾经最大的一笔开支 是投在了哪 五百万是吧 五百万人民币 相当于投在了一个游戏上 他本人非常爱玩游戏 那最爱玩的一个游戏 是什么呢 他就是啊 他就是 这个游戏就是我在屏幕上 放出的这一个 就是帝国时代这个游戏 不知道 就是跟他同个年代 他是79年的嘛 跟他同个年代的朋友 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游戏啊 了解过这个游戏 其实席斯他酷爱玩游戏 这回事啊 他在游戏上 也是特别舍得花钱的 因为他自己是觉得 我去花这个时间 去玩这个游戏 不是在浪费时间 他甚至觉得 自己的一些投资技能 是从游戏里边培养出来的 哎 这个想法很神秘啊 就比如说 呃 广泛的观察 这种什么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 做应对之道 他认为就是从他玩这个 帝国时代这个游戏里边 磨练出来的 就是在事前去研究对手 是从他另外一个游戏 叫网络创始记啊 那个游戏当中去学会的 其实这个也就是 大家去理解到的啊 就是会学习的人 他万事万物 都是在做学习 就做任何事情 他想到的都是 我能从这个里边 得到点什么呢 但可能没有 那么擅长学习的人 就即便考试也是没用 考完立马就忘了嘛 就像在之前 给大家举过例子 像大富翁 这个类型的游戏 他其实也是考验 投资思路的 也是给你去培养 投资体系的 他是很好的 锻炼财商的一个东西 能够让你看到 现金流的流动方向 知道怎么去把盘子做大 甚至现在的 那个大富翁游戏里边 也能炒股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因为我这个 我的iPad里面 现在还放着 一个大富翁的游戏呢 我有的时候没事 我还会点开玩一玩 确实是啊 确实是 它是一个 你去锻炼财商的一个东西 就是 当然咱们不是纯粹的 就玩游戏啊 就是浪费时间玩游戏 不是这样 咱们有心学习的人 要去学习和领悟 那无心可能 你就哈哈以乐嘛 就没有然后了 那咱们回归到 席思身上啊 席思他玩游戏 这回事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 由于他零用钱不够花 他就想着要去赚钱 他曾经在他年少的时候 还发行过虚拟币 是吧 这个虚拟币 这个东西也是很神秘 组织大家去他家 去玩游戏机 那怎么给他们搞 这个虚拟币呢 就是他设计 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 让这种普普通通的游戏 增加了附加值 这样的话 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 就会很感兴趣嘛 还可以拿这个虚拟币 去兑换这种游戏特权 在这中间 作者就是这个 咱们写这个 交易术的这个 这个西斯 他就在不断的考虑 有一个东西 叫做胜率 如何让花钱的玩家 拥有更高的胜率 但也不要让他 百分之百取胜 这个才是 设计游戏的一个关键 那他明白了 这个胜率的关键因素之后呢 他就开始开悟了 他知道 有些东西啊 很多东西 就是要受到概率的影响 比如说他后来 他还打麻将 我刚才不是说 他租那个房子 就是为了打麻将吗 他这人还喜欢打麻将 他觉得打麻将 输了也无所谓 只要认为自己尽了权力 而且没有操作失误 他就很开心 这也就是啊 这也就是咱们在说的 做好当下自己的事情 不要去管结果 把事持续的去作对 赚钱 他就是一个副产品 那换句话来讲 有些东西 他就是有概率的 无论你做的多好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 那一点点失败 无伤大雅 属于成功路上的一个 必要的一个消耗 那如果看不懂这个的话 过分追求百分百的胜利 反而是会让人误入企图的 那我刚刚说到这个打麻将 我就再多说一嘴啊 因为日本麻将 也是非常有名的嘛 咱们咱们国家的麻将 也非常有名 是吧 咱们各地就是 逢年过节都会打打麻将 打麻将这回事啊 就是对于习思来讲 他跟别人也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别人是为了娱乐 他是真的想赚钱 这个人想赚钱的想法 真的是澎湃在 他的整个 整个传奇的经历当中 所以他就开始研究 他研究这个麻将背后 每一张牌的一个概率 去学出牌方法 思考什么 思考战术 那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看到了 打麻将和那个 那个那个 打麻将所带来的这种极限 而且他雇佣来的人 也不是完全诚实的 可能会少报一些成绩 有些人可能掌握他的方法之后 就准备单干了 所以这个就让习思觉得 这个行业 其实是越来越难做的 所以他这个 弹子机和打麻将的行业 就很难做得下去 但是他已经攒够了资本了 他就不愿意再去打工就职了 他说找工作 一个月累死累活 赚那么点钱 不愿意就业了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读码 读码完之后 他就开始去选择去做投资 这就是他的一个 从游戏 一直到投资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历程 然后转向炒股之后呢 他就成为了现在的 现在的习思 也成为了 写下这本书的一个习思 那接下来咱们来分析一下 他对投资上的一些感悟吧 听了这么多 插可打混的一些东西 他自己提到 自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话 能成为亿万富翁的话 他主要感谢了一个论坛 叫做RCH 这个论坛有点类似于 咱们中国也有一些 包括像什么 这个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 但是就是咱们国家的很多 很有名的这些论坛 其实跟这个RCH是类似的 这个论坛后来还改名了 他是习思是在他 21岁那年的话 在那个论坛 汇了300万日元 差不多20万人民币就开始 不是往那个论坛会啊 是就开始进行炒股 开账户开始炒股了 但是他一开始不是赔钱吗 然后后来 他又把自己手里边攒呢 就前面打麻将那些钱 就700万日元 也都追加进去了 后来还是不行 亏了差不多九成左右 就账户里 只有一百多万日元了 这就相当于 他之前在打麻将和担子机上 赚到的那些钱 基本上都被股市清零了 他当时就在想 我坚持三年看看 如果三年之后 我要是搞不定股市的话 我就再找点其他的东西做 但是后来呢 就是这个RCH这个论坛 搞了一次线下的聚会 这才算是给他完全的拯救了 他在这次线下聚会当中啊 他就这里边就有不少人 都很厉害 他碰到了一个宅男 就是闲聊天的时候 他就问他 习思就问他 如果你投资啥了 宅男说他买了一个野料公司 刚刚为编入这个东正指数 所以股价肯定会涨 立马西思就明白了 他这个逻辑是啥 他回来之后 他就修改了自己的一个投资思路 不再去投一些低估值的公司 把目光从未来转换到现在 去观测价格 更加去关注股票 今天已经有的优势 就不做长线布局了嘛 专注做短线交易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 最开始跟大家说 要分清楚 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者 这个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 你后续做的每一笔操作 那后来呢 他就开始天天去论坛 就打听小道消息嘛 找各种牛人聚会 请人家吃饭收集信息 他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有在工作的 然后但是中途 因为有一次出差 导致他的这个时差没倒过来 他没有及时的去卖 他手里当时持有的股票 让他亏了不少钱 所以后来他就啥也不干 就开始专制炒股了 然后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转变一个历程 后来他的一些重仓啊 包括他的一些经历 其实在日本 在当地的话 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包括就在他获得知识的 这个2CH网站上 也有很多人说他 是不是满嘴跑火车 说句这种真实 也不说什么真实的经历 但是说实在话 我在了解了他的生平 去看了他的一些 相关书籍的时候 我也有点疑惑 我甚至也在想 这真的是他赚钱的门路吗 对我也产生过 这样的一个疑惑啊 就是我觉得这其中 即便是是真的 也会有一些夸大成分 这肯定是会有的 因为这个他写的一些 相关的书籍 都是他本人撰写 本人的一些经历嘛 这个难免可能会涉及到 对自己的一些美化和夸大 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 隐藏的成分 就比如说可能 咱们中国股市也是一样 可能有些人 因为炒股一夜暴富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内幕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属于一些 非正常的得力 包括在近几年 也会有一些人 被抓出来啊 就说他们这些 就是不正规的操作 甚至还有抓进去的 是吧 就是什么都有 所以就是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 给大家去聊习思啊 还是 一是我觉得 他的思路上 确实在右侧交易策略上 是有可接见的方向的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他这人写东西 确实也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他介绍的一些 经验和经历上的转变 我觉得也是可以 给大家带来参考的 这是为什么 去跟大家讲习思啊 去给大家聊这个 CIS 是吧 习思这个人 咱们回归到 回归到这个 习思本人身上的话 那其实 其实习思他本人 在赚钱的时候 也是压力很大的 就是掉头发 掉头发会秃头 甚至这个拉肚子 拉肚子次数 也是直线上升 那一年可能有 两百天都在那拉肚子 后来他就去医院检查 就是好在没什么大碍啊 医生就是说 就是辞职 没有工作的人 常有的一个症状 就是焦虑 作息不规律 加上这个线上激素 可能会有飙升 所导致的 他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和身体上的 一个状态 那其实他对投资上的 感悟吧 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更多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我们再去看一些 比如说民间的 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还是要抱有一定的 质疑的心态去看 可能这样的话 对于大家去获取知识 去了解事实真相的话 会更有意义一些 这个是我想给大家 带来的投资上的感悟 那咱们现在回归到 最最最最最后面一点了 就是他在提到说 如果你现在就开始 去做炒股 你现在开始做的话 该去怎么做呢 西斯说 你一定要记住 经济不是零和博弈 不是零和博弈 这里他又强调 不是零和博弈 比如说你公司 从一百万估值 涨到了十个亿 并不是说 别人就少了十个亿的钱 这十个亿 它是怎么出来的 它是虚幻出来的 甚至没有产生交易 只是在人们的认知中存在 比如说这 我有一公司 假设 假设我有一个公司 大家看上我的公司了 愿意一千万 买百分之一的股份 那我的公司 也是估值十个亿 那真正发生交易的 其实也就这百分之一的部分 所以说财富这个东西 它是相对的 如果资产总值都在涨 你的资产没有涨 那你是亏的 比如说没卖房的人 是吧 那相反 如果资产都在下降 而你的资产没变 那你还是赚了的 比如说股灾发生之后 不炒股的人 实际上就进步了 那在2015年8月的时候 西斯他赚了最大的一笔钱 还就是因为中国危机赚的 因为中国危机赚了很大一笔 前15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下调了对美元的汇率 当时股市还挺乱的 一片混乱嘛 中国股市大跌 日本股市也跟着跌 那西斯觉得富贵险中求 别人夺路而逃的时候 他就反手做多嘛 这跟他前面说的那个 观测价格去做反向做空啊 这个思路是完全匹配的 他就反手做多 此前在市场上建立了很多 卖出期权 所谓的暴跌保险 那只要市场暴跌 那这些期权就会涨价嘛 当时的价格也是从1日元 涨到了105日元 那这个时候 西斯就开始大笔的去卖期权 甚至超额卖出 这就相当于 他在赌日经指数不会崩盘 股市暴跌差不多到此为止 当然如果他判断错了 那日经指数从16000点 跌到1万点的话 那他的资产也会 直接就没有了 那他敢于做这个操作 他为什么会这么去做呢 他是这么想的 除非所有的股票都跌停 一半日本上市公司都倒闭 这个情况才会真实的 让他产生亏损 但这种情况下 不太可能发生的 除非这个 是吧 这埃及克原子弹什么的 发生这种 不可确定的一些事情 才有可能真正的发生 如果真的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命都没了 是吧 就像我说的 埃及克原子弹这种事情 命都没了 那你还管这些钱干嘛呀 所以他呢 也是比较敢放手去做的 那他的这个光辉事迹啊 也登上了咱们国内 包括像什么 雅虎啊 蓬勃的这个头条 就是他在中国危机当中 赚了23亿元 差不多1.5亿人民币左右 就是这个人 他是很敢做的 他是很敢做的 他是确实 他在野心上 很匹配的上自己这个 以一己之力 撬动日经指数的 这样的一个名号 当然了啊 这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不可能每次 都会这么好运 他在08年地产信托 价格大跌的时候 也亏过钱 也亏过钱 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也是有亏过 也是有赚过的 这个这些东西啊 都是他慢慢总结出来的 一些经验 再往前翻 像06年活力门事件 活力门是日本 一个知名网站啊 也让他损失过一次钱 损失过5亿日元左右 当时也是 日经指数连创新高 就新兴产业股票 受到很大的追捧 他持有的那个 活力门网站 27万的股票 但是传来坏消息了嘛 总经理被抓了 然后那个股票就跌停了 但是他当时很自信 觉得就是 即便老实被抓 这个这个老板被抓 是吧 公司也还在 恶行事件之后 也许是个超级的机会 结果 那个股价 从696日元 696跌到了155日元 他投了19亿资产 就 他觉得怎么都能 涨回去一倍 结果 最后还是让他亏损了 事与愿违 是吧 整个的一个下跌 甚至退市的传闻 都已经传出来了 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些例子和这些观念啊 最终我们再回归到 如果你现在开始炒股 这个前提假设下的话 我们该去怎么思考呢 如果咱们现在 要去做投资 其实我更推荐 咱们现在的 各位投资者朋友啊 就是钱如果不多的话 可以考虑去做做 打新这个方向 因为打新 不管是在咱们市场上 还是在全球市场上 基本上都是可以 能够大概率会赚到钱的 但是这一点上 也是有可能会亏损的啊 但是大概率 大概率赚钱的一个事情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好世界了 如果咱们资产量再多一点 可能10万 或者再多一点 50万左右的 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基础上 可以考虑在 新股的这个基础上 新股新债的基础上 去搞点别的 比如说经济不好的时候 去买亏损公司 做长线投资 这里呢 其实强调的就是 你要去买亏损的公司 这些公司已经烂到根上了 大家也不做什么期盼 所以股价基本到底 一旦盈利 就会大幅反转上扬 当然如果这个公司 不幸倒闭 就一切归零了嘛 所以要找那种亏损 但不会倒闭的公司 这个是他的一个 习思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建议 这个思路 我觉得还挺对的 因为从亏损到倒闭 其实概率还是挺小的 因为100只股票里边 可能也就一两只 有可能会倒闭 另外呢 还有一点要做提醒 就是经济好的时候 其实各种各样的 言论啊 包括风向啊 都在推荐去做购买 这个时候 大家要去仔细的思考 到底要不要买 因为上涨空间 很有可能就被他们说没了 所以总结一下啊 就是股票啊 股票这个东西 买过度看空 过度抛售的 在日本股市上 比如像东芝 当大家都说 半导体不行的时候 这个习思他就去买了 所以记住 冒点风险 才是有可能会赚大钱的机会 这也是我在最最最开始 提到过的 风险和你的收益 它在一定程度上 是成正比的 你能承受更大的 一个风险波动 你才有可能会获取到 这样赚钱的 赚大钱的一个机会 当然啊 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是不一样的 大家还是要根据 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去做一个合理的推断 这样的话 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一个投资方式 那其实呢 到这儿基本上 就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那我们其实讲了 这么多一些观念的话 最后的一句 我落在的这个落脚点 叫做他人经历 请做参考 投资之路 需我们自己前行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 不管是习思也好 还是说咱们中国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民间投资者 就经常会有一些 这种各种各样的 言论也好 其他人的经历 其实都是参考 都是参考 因为他们都是 过往的经验 都是历史的数据 真正我们要走的 这条投资之路 还是需要我们自己 去结合他人的 这些知识 他人的一些经历 和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经验 去把它融合在一起 选择跟自己 最匹配的 这方面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道路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 从现在开始去做的 那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也希望大家 去多获取知识 去多听 多了解 多看一些这种 不管投资学 大拿也好啊 还是说 这个投资上的一些 比较厉害的 这样的散户啊 这个醉牛散户啊 这种言论也好 其实该听的 都是要听的 但是你要听了 这么多之后 尤其像我们今天 讲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相信大家 肯定多多少少 在脑子里 都会有几个概念 首先第一个概念 总结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概念 就是说要确定好 自己是价值投资者 还是交易者 因为你要明确 这两种投资思路和操作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明确自己 到底是一个 什么类型的一个投资人 再去决定 下一步要去汲取 哪一部分的一个经验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观测价格 是对于右侧交易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点 你去观测价格的 一个波动 波动率越大的 这样的一个股票 越适合你去锻炼 自己的一个观测能力 你要去做的 就是去观测这个价格 而抛却它的一个价值 抛却它的一个基本面 这个是右侧交易策略里边 很关键的一个点 那最后一个点呢 就是我屏幕上这句话 他人经历仅做参考 希望大家呢 也是在多多获取 相关的一些知识和经验之后呢 能够总结出来 慢慢寻找出来 一个属于自己的 一个投资的配置 和逻辑思路 那我也是在 慢慢的一个探索的 一个过程中 我也会更多的去 收集大家的一些想法 和大家的一些 想要去看 想要去了解的 一些投资思路 总结给大家